作词 李宗盛 在辉煌之际要有旁若无人的这种气度 要旁若无人 弥散六合的感觉 所以在写字的时候 要把这个风的这种意义大概在字里有 因为那个荷花在和风之中吹拂的那个意境非常美 但写字呢 它又不是画画 写字是一种抽象的那个意象 它不是把它要画出来 它必须在姿态里让人感觉到有这种疏意 当然这很难 这个中国传统的书法呢 像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中唐的形式 巨幅 就这个字体这么大呢 一般呢 像这个写到这个一尺剑方以上 古人就叫绑书 主要是提绑额的 那么现在用这种绑额的形式呢 写了这么两个大字 风和 这个是由我一个创作的机缘 是因为我啊 过去这个 曾经这个到这个威山湖 到这个白羊殿 这个莲池 去幽览 在正在盛夏 荷花盛开的时候 所以我对那个意境呢 对那个意象呢 非常的 记忆非常深 那么非常的欣赏 我觉得非常有美感 所以我曾提了这么一个小拔呀 来技术这个创作的异性 这不是我写的唯一的这一件 这件作品是我写过的这个第三件作品 这个作品呢 同样的内容我写过三件 这是第三件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幅呢 是属于这种 就是横批 参无上清凉境 参就是参 参物 领悟 修行 无上清凉境 这个这幅字呢 就是说我写的时候呢 这个心态呢 比较平静 代表我这个 比较近时期的 这个书法的风格 就是 我喜欢这个 宁静 平和 比较质朴 自然 比较淡远 这么一个感觉 甚至还比较拙 这个拙呢 我希望它呢 是 与巧 巧拙互用 我不喜欢一味的拙 但也不喜欢一味的巧 喜欢 这个巧与拙呀 能够达到一个适度的状态 我希望你能够达到一个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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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达到一个人的心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